日常交往英文常用语3 就和中文一样 英文中也有很多迷信的词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knock on wood knock是敲机敲打的意思 wood是木头树木的意思 那么knock on wood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说这个词的时候 一般要敲机身边的木质产品 一般要敲三次 比如说桌子 或者是门框 如果身边没有木质产品的话 我们也可以敲打一下自己的脑袋 或者是身边的任何产品 那么这句话怎么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my phone i'm looking for my phone you lost your phone again really yeah this is my third time i've never lost my phone knock on wood 视频中的这个人已经丢了三次手机了 但他的朋友从来没有丢过手机 i've never lost my phone knock on wood 所以如果再不小心炫耀了自己得意的事情 也可以马上敲击一下木头 来祈求这种好运能够延续 类似我们中文的pay pay pay 甚至在白宫 政府官员们也会非常迷信的用knock on wood 这个词 2015年美国白宫 在商议确定了联邦政府的年度预算以后 两位官员敲击了前总统奥巴马的办公桌 以祈求预算方案能够顺利通过 所以knock on wood也可以是祈求好运的意思 或者我们还可以说 I'm going to propose to my girlfriend tonight knock on wood 我今晚要向我女朋友求婚了 希望我有好运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I hope this video will change knock on wood i'll see you next time